暴露 下班了吧 嫂子 我来接你回家 嫂子 我来跟你说说我哥的事 他没空 他也没有空用不着你说 你哥怎么了 我在那边开门馆等你 听不听你自己决定的 我陪你去吧 小杨 钟小琪 我要是跟我的前女友拉扯不轻 你生气吗 我不是拉扯不轻 我搬出来之后 只见过她那一次 你知道的 我是想劝她好好的生活 如果她能往前走一步 心理负担就没那么重了 她要是不往前走呢 你就得一直陪着她吗 她是残疾了还是怎么了 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珍惜 失去了就想找补 你没有义务管她 你能不能现在 就当着我的面 把她所有联系方式都删了 你别这么幼稚啊 我这不叫幼稚 我这是干脆 成 那我知道了 嫂子 我觉着来就是想问一问 你跟我哥到底还有没有戏 你看到了 我有男朋友了 他算什么男朋友 他顶多就是个玩伴 陈旭 我跟你哥已经离婚了 以后他的事 你别来找我了可以吗 可以 要说我也能理解 陈屿这人吧 面瘫嘴笨没情绪 整天黑着个脸 就跟全人介绍 都对不起他一样 嫂子 我真挺佩服你的 能忍他这么多年 我要是个女的 分分钟把他给踹了 不可能等到现在 舅男 上回孩子没来的事说 背地里上蹿下跳 瞎忙活 帮人背了半个月的班 求人帮你安排早点手术 说就怕多耽误一天 你的身体多受一点累 结果怎么着 等你真休了病假 这傻子给人替班去了 他 他没跟我说呀 他还跟我妈那儿问了好半天 说包什么汤补身体 有什么注意事项不能做 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 你包汤了吗 他说你妈来给你包了 他压根没上手 白问 你说 他是不是假聪明 蠢吧 真蠢 还有 前阵子 网络暴力那事 跟个大傻子一样 闷头在家 找线索查证据 整整三天 不吃不喝 还不是靠这个社会人帮了他 你们家住址不是被人受了吗 家里被塞进了癞蛤蟆 特臭 硬拉着我东奔西跑 替你翻案 家里面的鱼都顾不上 死了好多 陈宇对他那鱼多上心 谁不知道 在他那儿 还有人比鱼更重要 我倒是开了眼 嫂子 他 虽然 你曾经是我嫂子 但我还是得叫你一声嫂子 陈宇今年走了被子 工作上 也被排挤成嫌疑 我听说 我们老家电视台有空缺 只要他能回去 立马就能安排一个 不错的职位 谁能想到呢 我们哥俩 他 既然是他陈宇先混不下去 最好的另一半 要滚蛋了呢 世界如何运转 你是唯一答案 体会我的快乐 你们俩的问题就是 一个不问 一个不说 陈宇也有他的问题 他就是一个不会沟通的人 我今天从那个咖啡馆走回来 我就一边走一边哭 一边走一边想 我真的是那个眼泪 啪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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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往下掉 我都没想到我会是那样的情绪 我就真的有在想 你说我们俩在一起的这么多年 但他默默地干了多少事啊 我都不知道 你比如说吸尘器 我也会用一用 但我从来都没打开过 我从来没打开看过 说里面的灰尘我要清一清 那到底是谁清的呢 还有我们家里的各种遥控器 我从来都没换过电池 我真的就没想过说他什么时候没电了 我该换个电池了 都是陈宇在干的 还有你说工资卡 你说 你说哪个女生每个月把工资卡打到 打到老公卡里啊 其实我就是懒 我懒得管 你说 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差劲啊 就我真的就只顾着去 贪图舒适 然后偷懒 然后我还要抱怨生活平淡 就我今天我才明白 你跟我说的那句话 些独立和爱人 你说我连别人的好都看不见 今天陈旭突然找我 今天陈旭突然找我 他跟我跟我说的那句话 我私底特别毒 就是 我特别毒的话 我真的就是 所以我把你叫回来 我要跟你说一说 我就觉得我 我辜负了陈宇 你 我觉得我特别不懂事 我以前他做什么我都觉得理所用道的 晓芹 你不要想这么多了 你已经离婚了 你要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我 我 你 这是 озможно